關閘作為澳門的北大門 都是人流最密集的出入境口案 長期以來 社會各界都希望政府可以將它打造成 帶動北區經濟的重要平台 與此同時 社會長期批評關閘地下巴士總站設計不合理 在空氣不對流 巴士密集而且沒有熄火的情況下 廢氣濃度高和局業的問題始終沒法根治 希望可以藉著傾軌建設的時候規劃整治 政府多個部門都意識到 隨著區域融合加快 有必要對關閘周邊的地區進行重新規劃 一一年的時候 政府委託羅良建築工程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和鼎漢國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開展了關閘口案及周邊環境 總體的概念性城市設計 期望透過城市設計 整合土地利用城市功能和景觀 輕軌和交通的基建 完善關閘區內整體的環境 尤其使到將來輕軌 巴士的士和旅遊巴 的士站的布局互相配合 設施資源運用更加合理和有效 當中還表示將配合輕軌一期的建設 重點深化關閘成為交通樞樓 但是另外遺憾的是 早前東局在推出輕軌關閘路線的時候 並沒有提及任何關閘書樓改造的方案 更沒有綜合規劃輕軌的士和旅遊巴士的佈局 而當初委託所做的關閘總體設計 結果一早已經出爐 當初在回答陳明金議員書面質詢的時候 表示將適時進行公眾諮詢 但是到現在仍然是沒有下落 目前有團體在關閘和遊漢街站 做街頭訪問的調查 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的調查對象都認為 關閘巴士總站需要進行重新規劃 並且有七成人認為 應該綜合規劃關閘地下的總站 特慶總部、旅遊巴士站、公聯、體育館 停車場的地面和地下空間 將商業元素和社區服務元素加入其中 建設大型的交通、商業和社區服務綜合體 在關口完全是有條件做這個總體規劃 政府在上次的回答是沒有的 今天我都給大家一個圖 大家看一下 這個圖其實就是整體的A、B、C這個 其實A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發財巴的停車 其中一部分是有少少的是私家定 B和C是的士站和旅遊巴的停車 我們的紫色部分就是工人體育場 是這部分 中間這個綠色這個就是當時的廣場 其實他當時說沒有條件走地下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地下空間用的了 如果輕軌走地下 其實地下空間完完全全可以 由本來現在的通道走入地下 其實涉及的空間其實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都是強力建議政府要去想 整體這個重新去想這個關口的總體規劃 其實世界各地沒有一例外 都將口岸和輕軌 作為優化當地商業配套的重要平台 打造口岸經濟圈和輕軌經濟大 例如珠海港北地下商場 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為當地創造了大量的社會機會 所以無論從整改地下巴士總站需要出發 還是從發揮考案和輕軌社會經濟效益的角度考量 關閘考案都有必要進行總體規劃改造 多謝